我剛才的顯示卡 G208連菜的OS顯示卡 做驅動的 那正如我剛剛所說的 VR遊戲呢 需要非常高階的顯示卡 做驅動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 顯卡的性能 那同樣的 如果我們朋友有新具體 用VR再生的話 一樣記得會的會 然後呢 有10段也記得沒 那如果當初沒有登記10段 也歡迎現場 可以再記得會說報名喔 那我們現在展示了 不要再升級啊 如果是有兩台 戰車的話呢 可以做一個PK對戰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 兩位實況主 貝美跟小熟呢 現在呢 待會兒會幫我們做一個 施衣可以做戰車對戰 那現在有我們的實況主 小熟跟菲利每一代玩的遊戲呢 正是現在當成的遊戲 Groger Part 2 是我們的遊戲記號 2 那這款遊戲呢 是由菲帶 我們有五三菲帶很多 那是不是有兩位實況主 現在在現場呢 就是PK對所有的 每一天都有的觀看 感覺難怪 我覺得 卡卡 他的路很 路很滅滅 你永遠想要 會衝 會衝爆衝 而且不是我看起來會快嗎 對啊 你知道有五個電腦 都維持平衡嗎 真的假的 他都一直 我覺得呢 好 好 那這個影片要開設的時候呢 可以注意看一下 在小熟跟菲利每兩位實況主座的 賽車椅呢 正是我們第一家 OROS特之特 特別為了我們的VR的 賽車模擬器打造的 那他不太像一般的 就只有前後 那我們所設計的賽車椅呢 是可以前後左右移動 配VR遊戲 就是我們Project Part 2的遊戲呢 是可以上台左右 就是前後晃動 每一個角度呢 都可以精準的打造 遊戲裡面實際的畫面 所以各位可以 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特製打造的 OROS特再生 那我們再給現場 我們要給你朋友 一分鐘的時間拍攝 待會會 繼續繞到我們的商機店區 他放下 被他抽到很辛苦 很重耶 他又要來嗎 好 如果現場 如果要訪到 女影記的時候呢 我現在展示的是 我們的VR 賽車模擬器 那現場是由 我們當航的 國際兩位實況主 小熊跟菲莉莓呢 正在玩 我們最新的遊戲 花費 Part 2 賽車計畫2 一個遊戲 那這款遊戲呢 是由我們的 OROS的高速顯示卡 1080Pi OROS 所出動的 那外面拍照 解說我們VR遊戲 需要非常高低的顯示卡 那所以說呢 也可以看到我們 顯示卡 效能人士 非常的 獨一玩 或者VR高低的賽車遊戲 好 好 那 美女朋友呢 現在可以跟隨我的腳步 到我們的 左邊的商店區 看照子 所 那這個 那時候會要過子 所販售的東西 那 各位美女朋友 如果 開玩笑那邊的話 可以麻煩你動一下 我們的 腳步 到我們的 俄羅斯商店區 以及我們的 演術配換區 那各位美女朋友 如果開玩笑那邊的話 演術配換區 其實蠻好看的 但是我最終於是 我腳太懂 我還猜 我還猜 我還想要說 你不要走 我還想要說 這 而且都很緊張欸 他會惹你 而且他很緊張 好 現在的朋友呢 我們要來移動的 推廢到我們的商店區 又 那在我們的櫃檯的最左邊呢 有展示我們最高階的 GPS 1080 的外接顯示卡盒 那它是以收的購餐的一個技術呢 可以善用我們的 Tchop 7 國平面 那它可以達到我們 遊戲的一個效能 包括在 Mate 部門也可以透過 我們的外接顯示卡盒呢 可以透過我們這台 顯示卡盒可以玩各種 遊戲那這也是 方便的就是攜帶一些 商務人士 或者是喜愛就是 帶著皮墊造去玩的朋友們呢 都可以達到一個 隨插隨玩的一個 顯示卡盒的遊戲呢 那在我們會台裡面 其中我們可以擺設的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歐洲商店所賣賣的東西 包括它的顯示卡 竹飯 超髒的 不然就滿感到的